北冰机场480Z原子片研磨机使用方法 首先确定原子片中心直径孔 选择相应的点圈 放入导摩片定位盘 依据圆区片尺数 选择相同尺数或成正倍数的导摩片 导摩片指定一定要小于圆区片 放入压台 根据锯片直径移动锯片座 例如锯片直径是100 那我们移到100 如果圆区片外径较大 应在前端修摩点用普助支撑杆支撑锯片 为使锯片研磨能上下平均 砂磨能的中心 砂磨能的中心和锯片的厚度中心 砂磨能的中心和锯片 冰层一直线 调整方法 松开锁紧锁柄 调整升降螺丝 顺时针方向往下降 逆时针方向往上升 调整好之后 锯紧锁解 480Z 可加工两种子型 三脚尺和指线尺 三角尺和曲线尺调整 用搬M是搬锁 旋转 往下旋转是三角尺形 往上旋转是曲线尺形 那我们现在是模式三角尺形 可以向下旋转 将鸡头快速分离 改慢慢放松 使鸡头回复研磨状态 注意杀人与锯片保持10毫米以上距离 移动推迟杆倒快 锁停 推迟杆顶部应一致对齐刹轮 锁停 松开推迟杆倒快 向后移动 保持推迟杆运动空间 打开电池开关 打开电池开关 这是逐运动开关 逐运动调速器 电池开关 拨指间距调整有 适时针方向拨指间距则增大 逆时针方向拨指间距则缩小 首先往逆时针方向旋转 至一尺都拨不到 现在一尺都拨不到 那么我们然后再往顺时针方向旋转 至刚好拨到一尺为止 旋转对刀调整钮 调整至要修模位置 在温过来 使劃伸前调整扭 顺时针方向旋转使劃伸 逆时针方向旋转使劃伸前 至逆时针方向旋转 調整好幾乎 四十 四十道感 圆区片两边倒角 松开魔头升降锁柄 拔出定位销 调整至锁湿倒角角度 磨好之后 另一边倒角 松开手柄 调整至往下调整至 锁湿倒角角度 锁湿 葱